被受关注的割税法修正草案 昨天进行第三次审议 这是割税法从1980年立法以来第七次大修 也将是一个重大的税法转捩点 包括薪资、劳务报酬、稿酬和特许权使用费 但四项劳动性所得首次进行综合征税 起征点由每个月人民币3500元提高到5000元 等于年收超过6万元 中国财政部长刘坤指出 新标准考虑了消费支出成长等各方面因素 按此标准结合税率结构调整估算之后 凡是依靠工资、薪资等综合所得税的纳税人 总体税负支出都有不同标准的下降 特别是中等以下收入的群体 税负下降特别明显 有利于增加中国民众收入增强消费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 本次修法草案还首次增加子女教育 以及重大疾病的医疗支出 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等专属附加扣除 优化调整税率结构 扩大较低等级的所得税税率极致 另一方面为了防漏 各税法首次增加反避税条款 针对各种避税行为 税务机关将进行纳税调整的权利 当局第七次大动作修法 想必也对民众的生活带来不少影响 华尔街电视新闻段友如整理报道